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民进党的派系斗争越来越激烈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蔡马桶这个诈骗集团的领袖 他依然是老神在在的 当着台湾的太平领导人 不但什么事情都不管 什么事情都不做 而且呢还想尽办法 开始在布局明年的选举 以及2024年当他卸任以后 谁能够当他接班了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 台湾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仿佛跟他都没有任何关系 什么 或是跟中国 会不会开战将的问题 对他来说 这些问题都不重要 他最在乎的 不过就是当他卸任以后 谁还能够保障他安全这个问题 其他的问题 包括台湾老百姓的死活 才不是他接下来的任期 他会关心的重点 因此呢 既然他只关心接班是谁 好 那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 蔡马桶会怎么安排他的接班的接班 这整个过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是会如他所愿 还是会把台湾的政治环境 带向另外一个政治斗争的恶劣场景 今天呢 我们就来好好的拿这件事情做做文章 首先呢 如我所料 蔡马桶的清定接班人 应该就是郑文燦了 不会有别人了 那郑文燦要是想顺利上位的话 他就必须先解决三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 民进党内有没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的 而且这个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叫做赖清德 那第二个障碍就是 国民党有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 能够赢过他 现在看起来也似乎是有的 不管是朱立伦或是侯友宜 他们现在的民调都是赢过郑文燦的 那第三当然就是郑文燦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讨厌现在可能发现了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小事 以为现在台湾好像看起来 我们防疫防疫很成功 其实台湾根本就没有 我讲过很多次了 只是菜马桶 他们用媒体的力量 把所有的事实都掩盖了 才造成台湾非常成功的假象 而且大家别忘了 当初赖清德能够在台南封神 也是用同样的办法 让所有的媒体把他捧上天了以后 他才成神的 但是后来他是怎么摔落神坛的 是不是一个叫做登格尔的 在台南造成的非常多的损伤以后 赖清德才不得不从天庭返回人间 重新面对他自己根本执政无能的事实 而这一次要是桃源真的发现一心破口 然后接下来一心扩大 造成没有办法挽救的危机的话 那郑文燦说不定就会从现在的媒体宠儿 变成过街老鼠 因此我觉得这三个障碍里面 最后一个障碍 说不定才是郑文燦目前最大的危机 那说这些连我都看得出来的接班障碍 我相信纯笨如菜马桶或是郑文燦 他们应该也知道 他们即将面对的危机是什么 那他们会怎么做 我们从以下的几条新闻就可以看出来 菜马桶其实已经在精心布置 他的接班大计了 什么样的接班大计呢 第一条当然是收买人心 怎么收买人心 来我们看他前几天是不是宣布了一个消息 他说因为我们经济成长非常靓丽 也就是我们赚了很多钱了 所以他决定明年要让所有的军公教 通通调薪 看到没 恭喜军公教朋友 你们明年要调薪了 看到这样的新闻 难道大家心里面没有一点点小疑问吗 就是为什么既然赚了钱 要调薪就现在调 干嘛要等到明年 答案是不是很简单 就是因为明年2022年要开始选举了 所以他第一步 当然就是先撒钱来收买人心 而且第一个收买的对象 当然就是希望工作稳定 而且比较不希望政权轮替这样的动乱 降临在他们身上的这些军公教人员 但是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对军公教非常有利的政策 事实上他所产生的后患是非常大的 因为从事军公教行业的人 他们在整个社会阶层里面 他们是属于一个消费者的功能 而不是一个生产者的功能 因此军公教的薪水 不管涨多少 对台湾整体的经济帮助并不会太大 那既然是如此 为什么历届政府不管是哪一个人当政 都会把军公教调薪当成他所要的任务呢 其实目的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希望他的政权稳定 因为我刚刚说了 军公教人员只要他的收入稳定 他就不喜欢变动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 他希望借由政府对军公教人员加薪的方式 来带动民间企业 也相对对他的员工加薪 再来就可以提高全体台湾老百姓收入的增长 这才是政府为什么要替军公教人员加薪的真正目的 但是当民进党这个强盗集团上台以后 他才没有在管物价不物价 反正他只要觉得这个政策能够可以帮他买到票的 他就一定会做 绝对不会考虑到后果 所以我大胆预测 要是菜马桶他在明年一意孤行 非要让军公教条线的话 那接下来一定会造成物价大涨 那物价大涨之下 对于我们的大哥他的继位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先以观后效 因为我觉得郑文山现在除了要面对菜马桶 时不时的给他出这些收点子之外 他还要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前功德院院长赖清德 一定会出来再跟他竞争 2024领导人这个位置的问题 那我们的赖功德 他有没有机会打败大阿哥呢 在我认为他打败他的机会蛮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新闻 一个就是国外放怀的新闻 来这边是不是说 美国已经关注2024的总统大选 但是呢 他们是对赖清德充满兴趣 看到没有 是对赖清德感兴趣 不是对我们的大阿哥感兴趣 这还只是开始 接下来呢 前几天我们的台独大佬 姑宽敏是不是愤合辞掉总统府资政 而且呢 在辞职前还发表声明痛骂菜马桶说 他为了政权欺骗了台湾2300万的人 那他为什么忽然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要逼迫菜马桶说 你要是再不台独的话 那我就要支持赖清德了 目的就是这么简单 这两季屠卢而来的重拳 不晓得有没有打的菜马桶跟郑文燦手忙脚乱 这也凸显了赖清德也不是一个神游的灯 他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一个从美国 一个从岛内 两季重拳连续挥舞 不晓得大哥你接得住还是接不住 要是你接不住的话 那你的位置可能就岌岌可危保不住了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哥郑文燦 他为了要配合他好不容易寻货的生母的毕生心愿 他是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那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他是做了什么事情来配合他的母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郑大市长 他居然在这么炎炎夏日 跑去跟一堆不晓得是谁一起种西瓜 而且呢种完西瓜 他还告诉大家说 他要把这些种西瓜能够赚到的钱 全部捐给育幼院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我们的郑大阿哥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听了林飞凡的话 才跑去种西瓜的 因为林飞凡曾经说过嘛 反正不管民进党推什么候选人 就算推一个西瓜也会当选 所以你当机立断 立马就决定现在要当一个西瓜 不要再当一个人了 这才是你为什么 现在去种西瓜的真正原因 不过呢 我还是要奉劝我们的大阿哥 你还是不要再迷恋西瓜的神话了 赶快回到本业上来吧 什么本业呢 就是现在桃园可能日渐蔓延开来的 因为疫情就是两面刃 你要是控制的好的话 你的身旺就会跟当初的城市中一样 如日中天 但是呢 要是你这次疫情没有控制好的话 你的声望说不定就会像赖神一样 立刻跌落神坛 翻落18层地狱 反正在台湾 控制的好还是不好 要怎么控制 并不在于如何使用医学的手段 而在于你如何用媒体 以及业务的手段 把所有的媒体跟网络 限制以及收买起来 这样子就算成功了 因此呢 你要赶快揍起你的母后 再拨下大笔音子 把所有的媒体跟网络 全部封杀 全部收买 只要这一点做到了 我保证他应该就解决控制住了 最后呢 我也要奉劝一下赖神 你千万不要郁闷 为什么我知道你郁闷呢 因为你是一个书念的非常多 拿到博士的人 因此呢 我相信依你的学识 你一定看过一出戏 你才这么闷 是哪一出戏呢 那出戏就叫做狸猫患太子 为什么你看这出戏会心里闷呢 因为你明明本来可以当黄阿玛的 可是莫名其妙 居然当了黄太子 而且呢 当了黄太子也就罢了 现在居然还有人想尽办法 要把你这个太子用狸猫给换掉 所以你说你心里闷闷闷 我觉得我要是你的话 我一定闷到家了 明明本来朝堂上 这座龙椅的位置 应该是为你而设的 可是呢 没有想到却误重奸计 中了敌人的陷阱 现在呢 只能每天眼睁睁的 看着这个贾博士 贾太后一步一步 想把你这个太子的位置给换掉 而且呢 用的还是狸猫 不过别担心 你也别闷 因为我觉得你闷的日子 应该已经快要到头了 怎么说呢 因为狸猫幻太子的剧情 到最后反准的结果 是靠着一个关键人物 叫做包整包青天的人 来翻转整个剧情结果的 因此我建议你 你现在只要找到一个 像包整包青天一样的人物 我保证这个狸猫幻太子的戏码 这个贾博士贾太后 他的戏码就演不下去了 那这个包青天是谁呢 我觉得不管他是谁 至少他一定要有一点特征 必须符合包青天才行 什么特征呢 就是脸必须黑 这一点才符合包整包青天的形象 那我们现在放眼国际以及国内的政坛 有哪一个人是符合包青天这个形象呢 还真别说 这个人还真被我找到了 那这个人是谁呢 来大家看 就是他 就是美国现在的副总统贺锦丽 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拜登他自己说了嘛 他只干一届 因此呢到2024年 当然我们的赖功德 他想要选台湾领导人的时候 这时候的美国总统 我猜应该就是贺锦丽了 因此赖功德 你要是想要翻转 狸猫幻太子这个剧情的情节 你到时候要拜托了 当然就是这个符合包青天特征的贺锦丽了 来大家看贺锦丽的脸够不够黑 够黑了吧 但是赖功德 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最好是祈祷 这个女人是脸黑心不黑的人 要不然她的心 要是跟菜马桶一样黑的话 那你这个狸猫幻太子的剧情 到最后你也想一样 可以翻转结果的话 我只能说你只能自求多福了 好 今天节目做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